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P Safari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P Safari的版本 在我們介紹這個版本之前 我們介紹一下Safari的由來 其實Safari在1960年 那時推出了M1的Oliva 之後有M3、M4 正式來說Safari是說 去到R3才有 第一部正式稱為Safari的版本 那時的版本是配置了幾支不同的鏡頭 一套橄欖綠色的 直至到現在都是用橄欖綠色的 數碼的M相機 其實並不多Safari的版本 數到由8.2、M8.2、MP240 以及這部M10P 一共只有三部 這部Safari的版本 這部Safari的版本 就是有1500部限量版 還有一個是綠色的鏡頭 一套配搭的 一支是50mm二光圈的鏡頭 那支鏡頭會再少一些 只有500支 暫時還未出現 現在可以先買好相機 到時一出鏡頭 就去買一支鏡頭 這部Safari的版本 當初其實是Leica 設計給德國的軍方用的 在戶外使用 亦是因為它的耐用程度 變了很多Leica的粉絲 增傷會找Safari的版本 做一個收藏的系列 也是因為這個顏色相對來說 比較特別一點 不單是銀色、黑色 綠色是一個挺特別的顏色 現在我們稱它為 狩獵版、蝶旗版 配上是綠色 和原野的綠色是很接近的 你喜歡玩戶外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你是收藏的話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還有一件事 M10P是以為 機械快門是最小聲的 真的是一個狩獵版 例如你出去拍攝動物的時候 不想因為快門的聲音 而騷擾到你拍攝的小動物 或者是昆蟲之類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配合這件事 好 我們現在看看普通版的M10P 這是一部銀色機 皮身會用黑色 頂部是銀色 底部都是銀色的 而至於這部 Safari的綠色 皮身換了 Oliva Green 橄欖綠色 頂部也是 但是掣位和螺絲位 是保持銀色的 在頂部看看分別 銀色掣 配合Oliva Green 橄欖綠色 這邊是全銀色 字是黑色 這是白色字 普通版是用黑色字的 大家看看背部 背部 背部 普通版是用黑色掣 你看到的黑色掣 而Safari 就是掣位 換成銀色 以及方向盆位 還有盆位 盆位 換成銀色 這就是大致上 外觀上的不同 我們看看 兩部Safari的頂部 大致上 大家都很相似 不過自體的粗幼 有輕微的改變 這個是M10P的版本 字體比較粗 下面的細緻 全部同一大小字型 而這個MP240的版本 就是字體比較幼 下面的紙 是Leica Camera AG Wessler 是比較粗 而Germany是比較小 掣位大家都是用了銀色 當然MP240有錄影 而M10P沒有錄影 少了一個按鈕 看看後面 背部的部分 背部的部分 就是 掣位 M10P的版本 就是轉張銀色 而M240的Safari 其實它是保持黑色的 兩邊掣位都是 我想其中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可能太多掣 如果你都轉了銀色 可能感覺上比較花 比較眼睛都花了 但是這個撥鱗 都是轉了做銀色 兩個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兩部機 在外觀上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 比較 其實這部Safari版 大致上和普通版是一樣的 有一點特別的就是 它有附送了一個皮套 這部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這部是 裏面是給你插SD卡的 配搭了一個白蘭地色的皮套 印了是Leica的Logo 還有一個就是 配搭它是特別的皮帶 這個皮帶也是白蘭地色 是全皮的 配搭起來 是特別有格調和雅指的 相信簡短的介紹 就未必能夠滿足到你的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來到我們尖沙咀的商店 或者是旺角星際城市的店 去了解更多關於這部機的資料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